我今天有一次跟文燦市長通電話 他說陳時中去補這個人 陳時中不選台北市長了嗎 立委許智傑廣播節目上爆料 桃園市長鄭文燦 屬於衛福部長陳時中接班選桃園 但事隔一天 鄭文燦極力否認 許智傑沒有當我的發言人 我跟他說陳時中到哪裡都很強 他雖然沒有表態要參選 他在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或任何地方 他都是受到民眾的信賴 所以你會認同他是你的接班人 我們沒有討論到這個話題 畢竟陳時中動向牽動黨內各派西部局 而首都選站傳出換將的 還有國民黨 平平到萬華參加活動 立委蔣萬安行程越跑越高調 會緊張就是因為近期民調遭陳時中超車 加上黃珊珊聲勢看長 傳出深藍系統 由易拱趙少康取代蔣萬安 挑戰首都市長寶座 我想外界不斷對國民黨點兵點將 也表示我們黨內人才氣氣 2018開始 我就在各地服選議員 那其實只要議員有任何需要 我一定全力支持 大力的站台服選 有從高雄勸到新竹 勸到新北 勸到台北 桃園 都有人勸啊 勸是一回事嘛 勸總是有人勸的 我沒有考慮了 我覺得蔣萬安是很好的人選嘛 那民調也都還不錯 只是他現在還沒有宣布嘛 我想一旦宣布以後 那這個爆發力一定會十足了 所以我對蔣萬安是蠻有信心的 趙少康明確表態不選市長 立庭蔣萬安 對手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則是一派輕鬆 每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 黃珊珊如果不出來選 蔣萬安一定會贏 那問題就是 黃珊珊看起來好像也要選嘛 他也是個黨啊 他有議員要帶啊 所以你不能選啊 那就拚嘛 我覺得上康度就拚嘛 藍衣基層逼宮聲浪起 蔣萬安原定5月才要宣布參選 這計畫恐怕趕不上變化 環宇新聞葉秉潔 歡迎回科目安長廖品均 英特報道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